礼物是要一家车子 我会看 我只想累 做些累的 我要一家车 小轿车 圣诞节如果说 你可以选任何一个礼物 那你希望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圣诞节礼物 是不错 不喜欢什么东西 我讲好吗 我不会弄 不会输 是哪 想一个大房子 是的 我自己个人得到 我永远都喜欢得到输 这个当我不喜欢 因为是当节我得它没去 它是外国的 所以我不要 中国人担心着这个是蛮有什么 想买就是有村子 农种 那如果是我们的一个新年礼物 你想要什么 新年礼物 要个 灯笼就行了 红灯笼 红灯笼 就这个灯笼 红 圣诞节礼物 我们那里的圣诞节是包一个苹果 包一个塑料 那是圣诞节的 最春节就是送礼物 送榴莲 送香油 那种了 他们那边流行送礼物 他们不送苹果其实 只是我们送苹果 对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 就说这个世界上任何礼物 你都可以选 你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一个人 一个人嘛就是带一个苹果吧 苹果嘛平平安安的嘛 那如果说我们过春节 我们的新年有会有新年愿望 那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新年愿望 新年愿望是全家快乐 如果做生意的 生意好一点 新年愿望要找我呀 新年突然要好 好啊 好啊 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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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有饭吃就行了 没有特别的愿望 我老师家没有什么奇怪 我们老师家的前期 吃斩队饭就往这了 吃斩队饭就够了 一天三大饭就够了 够了嘛 天下太平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人人安康 今年的愿望是疫情快接受 这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健康平安 就好了 哦 我干 这个是我们的新愿 也是岛江的新愿 因为2020年 这个疫情 拿着以后 大家都受到遗憾 祝我家全家平平安安的 全家幸福 今年的愿望就是平安的 过去就行了是吧 那年就还是健康就行了是吧 全家要平平安安 平安无事就好玩了嘛 好过了嘛 不顺便 我要看就好了 要看就好 不顺便 老年人没回想 很简单 我的新年愿望就希望 比如说到明年的今天 2021年底 对不对 可以觉得我 觉得就好比说我的馒头吧 到时候可以告诉我 我已经每天固定在两千个了 嗯 就那么简单 祝你愿望成真 嗯 愿望成真 你愿望成真 你愿望成真 你们应该很年轻吧 没有 没有 七七八了 他不喜欢过外国人的钱 What's your Christmas wish? What gifts do you want to get? 很多小母狗啊 I know I know you are you do 我们可爱吗 你愿望成真 我愿望成真 我愿望成真